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短片,请看大屏幕。 人类的繁祖现象时有听说,具体表现为会长出小尾巴或者毛发生长旺盛。 如今印度真的出了一位繁祖男童,印度这位小男孩在他的背部、臀部上方长出了一串毛发,与动物长出的尾巴非常相似。 那么他为什么会长出尾巴呢?难道真的是繁祖现象吗? 好,我们看到了这段视频短片是说印度有一个小男孩,因为他生来的就有一条小尾巴。 您相信这个繁祖现象吗? 这个我倒是相信的,然后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小说啊,包括一些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报道里面都提到过繁祖这样的词。 就是繁,全身都有毛。 全身都有毛? 对,我原来家在腰门住,腰门外有一个草桥,就是有一个毛孩,这个毛孩全身全是毛。 然后我们听说过新鲜,就经常去看着。 所以这个毛孩就跟这猴子一样,全身全是毛。 旁边周围的人啊,接毛,有一个小女孩长一个尾巴,我真听说过。 然后就是,人家肯定是,这都是隐私嘛,人家肯定不让你看,可是我确实听说过,其实就在我身边。 对,但是小女孩其他都挺正常的,是吧? 又长得特漂亮,特好,什么都正常,就是后边长一尾巴。 我家一个亲戚是就生下来有半岁吧,就开始身上就长得胸啊,什么腿啊。 这个,胳背上全是特别长的毛,是吧? 到现在他有三十,三十八了吧,嗯,还有更重了。 对,哎,好的。 但是他也没处理。 那他的父母有没有,他的家人吗? 没有,都没有。 也没有这样的情况吗? 都没有这种,谢谢。 对,那包括其实我们之前有看网上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叫毛孩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也是一个男性啊,然后他也是一位歌手,然后他就是很严重的这个,身上的毛都非常长。 但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繁祖呢?繁祖现象到底是什么呢? 后地有没有繁祖现象呢? 对,是不是长了尾巴,然后就是繁祖现象。 是的,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范存刚老师,有请。 欢迎范老师。 范存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医学博士,副主医师,博士生副主医师,擅长颅脑肿瘤,得脊柱脊髓疾病和脊髓疾病等精准手术,神经外科疾病重症。 和脊髓疾病和脊髓疾病重症。 可能并不是特别常见,有副主阿姨见着过吗? 见着过一个。 当然呢,有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地园部有一些小包块,或者有一些这种像胎脊一样的青色的红色的这些标志,我觉得这种情况倒并不少见,是不是? 这也是繁祖吗? 不是,我觉得这个严格的从医学上来讲,都不是繁祖线。 对,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要为大家讲,对不对? 是的,是的。 那我们说这个人类其实最早和我们很多这个灵长类的一些动物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有尾巴的。 没错,没错。 但是经过非常漫长的这个时间长和的我们的进化,我们现在没有尾巴了。 那人到底是怎么进化的? 还是要请我们范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是吧? 因为这个人类呢,作为灵长类的一个物种,它是慢慢地进化过来的。 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呢,初期像其他的灵长类动物是一样的,也有尾巴。 但是在进化过程中呢,因为人要开始学会掌握一些工具,要学会直立行走。 因为灵长类的尾巴呢,它主要有几个功能。 一个呢,是帮助它固定身体。 像一些猴子爬树的时候,它尾巴可以挂在树枝上,发挥一个保护的作用。 在它这个跳跃的时候呢,尾巴还可以发挥一个平衡的作用。 当然偶尔这个猴群打架的时候,尾巴还可以作为一种攻击性的武器。 但是在这个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呢,随着人的慢慢地直立行走, 既不需要这个尾巴来保持平衡了,也不需要这个尾巴来作为战斗的武器了。 因为人已经开始社会使用工具了,这个尾巴呢,就慢慢地就计划掉了。 大概在五百八十万年以前,人类的尾巴就逐步地萎缩了。 我们看这个大屏幕上,今天范老师给我们带来一张图啊。 这就是一个人类计划的这个几个步骤的一个过程。 最早的时候,我们也是四肢行走的。 在那个时候呢,尾巴有很重要的功能。 就像刚才我说的,它可以发挥固定的作用,也可以发挥维持身体平衡的作用, 还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帮助它打架的一个武器。 在随着直立行走之后,尾巴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了。 而且呢,在这个,我们在这个采取座位的时候呢, 这个尾巴呢,反而会受到一些压迫。 在这个过程中呢,尾巴就逐步地消失了。 那现在我们人是真的就没有尾巴了吗? 还是它藏在一个什么地方?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要是从这个医学的这个组织胚胎学的角度来讲呢, 在这个人非常小的时候,胚胎前几周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类似尾巴样的结构的。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胚胎,这是人体的一个胚胎。 在它的尾部呢,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的尾巴的结构。 这个尖尖的这个是吗? 只不过没有那么细长而已。 并且我们在长到成人之后,我们仍然是有尾居骨的。 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进化论的角度来推测, 人最早是有尾巴的这么一个进化的过程。 那么我们知道了,人呢,就是我们科学家也是推测, 好像人以前呢,可能也是有尾巴, 但是也经过这个几百万年的长期的一个演化和进化, 我们人现在已经是看不到尾巴了。 但是据说在我们胚胎的时候, 这有一个伪状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 有可能也是我们的尾巴,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视频短片当中, 这个小男孩他真的是长了一个尾巴, 尾巴状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 这种情况呢, 我们在临床上呢, 就是偶尔能见到的。 像这种或粗或细的尾巴, 有的可能很长, 有的很短的一个尾巴。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是能见得到的。 这种尾巴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胚胎发育过程中, 我们的组织结构, 没有按照它的正常规律去发育, 而形成了这么一个低尾部的追生物。 而这个尾巴呢, 单身这个尾巴, 可以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呢, 这么一个体表的东西可能并不严重。 而这个体表呢, 体表的这个尾巴呢, 恰恰是冰山一角。 因为这个尾巴下边可能隐藏着比较重的疾病。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这种尾巴并不是舌头转世, 反而有可能是一个病魔禅身。 是吗? 病魔禅身, 可能会造成这个孩子一系列的神经功能的障碍。 对, 它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这种情况呢, 最常见于这种低尾部的脊椎栓系综合征的患者。 这个体表的这种结构的异常, 同时呢, 合并它的底尾部的椎管里面的神经结构的异常, 造成这个脊髓的底尾部固定。 脊髓呢, 不能随着正常的发育逐步上升, 形成一个脊髓栓系。 这种情况, 长期的栓系造成这个脊髓圆椎的缺血, 缺氧。 患者在临床上呢, 会出现一些症状。 首先呢, 是这些体表的异常, 这个呢, 可能和神经症状并没有那么直接关系。 第二呢, 它会出现一些比较突破的神经功能障碍, 像下肢的疼痛, 麻木。 严重的患者呢, 还会有排便, 排尿的困难。 更加严重的患者呢, 会出现大小便的失禁。 并且, 如果在这个培胎期, 在新生儿出生之后就发现这种情况呢, 随着孩子的生长, 他的神经功能障碍会逐步的加重。 有一些患者呢, 会有高宫内藩毒的畸形, 下肢的畸形, 甚至肌肉的萎缩, 行走不能。 严重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结瘫的这些情况。 哇, 那真的挺严重的。 所以呢, 这个, 我一直在说这个, 低尾部的尾巴并不是身后转世, 而是有可能是一种病往前身的状态。 对, 所以说我们可能是不是肉眼上看上去就是长了一个尾巴, 然后都用老百姓想, 就把这个尾巴割掉, 是吧, 处理掉我们是不是就好了。 其实它有可能暗示这种身体当中还有很严重的疾病, 就叫这个脊髓栓系。 28岁小伙一酿, 竟是脊髓栓系导致。 撂床了, 他觉得这个情况,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脊髓栓系, 危害有哪些? 更加严重的话呢, 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的湿剂和结胎。 面对脊髓栓系, 又有哪些治疗方法? 切除这个低尾部的这种病变, 把脊髓栓系呢, 给松减。 请继续收看脊髓系健康。 好, 范老师, 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脊髓栓系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危险因素? 脊髓栓系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 绝大多数患者呢, 是神经管的先天发育异常造成的。 它可以有几种因素, 像刚才咱们看到的呢, 只是低尾部的一些体表的标志, 更多的患者的这个病根, 病因在它的椎管里边, 可以是由于低尾部, 椎管里边长了脂肪瘤, 由于脊柱裂, 或者局部有脊髓膨出, 脊髓脊膨出, 以及一些后天的因素呢, 就像一些低尾部的手术之后造成的粘连, 这些因素都可以造成脊髓栓系。 脊髓栓系一旦发生之后, 患者呢, 主要是一些下肢和低尾部, 脊髓圆椎受了一些这种神经症状, 主要影响患者的下肢的感觉, 运动, 大小变, 还有成年人的这种性功能, 主要是影响这些。 对, 那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患者? 这些患者呢, 临床上其实并不少见, 是吗? 对, 对于一些这种, 因为现在我们做这种产前的筛查, 已经做得很严格了, 有的时候呢, 一些这种产科的医生, 在维孕期筛查的时候, 就能发现一些脊柱裂的患者, 如果要是这种神经管壁和部学非常严重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就采取了一些医学措施。 如果要是这个筛查不够严格, 没有及时发现, 或者当时虽然发现了, 但是预期他的神经功能障碍不会很严重, 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呢, 我们也会接触到这些样的患者。 一方面是孩子的这种及时筛查系综合症,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成人, 成人就是一些先天性的脊柱裂, 它是那种野性的脊柱裂, 没有这样的尾巴, 也没有其他的提标标志, 但是在他的这个医生过程中呢, 逐步出现症状。 这种成人的这种脊髓衰弃综合症呢, 一般来说提标标志不明显, 是他的一个特点。 另一方面呢, 他可能有这种间断性的下肢的疼痛, 麻木, 但是症状也不是很重, 他可能很容易归接到自己工作比较疲劳, 比较辛苦, 或者上学比较辛苦, 这个归接到这个因素上面, 但是随着他的成长, 发育症状逐步加重。 我有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小伙子, 小伙子呢, 是和这个同事一起去滑雪。 他多大年纪? 28岁, 28岁的小伙子, 滑雪呢, 在滑雪场摔了一个屁堆, 坐在地上了, 坐在地上了, 当时呢, 也症状并不是很重, 因为雪嘛, 它能有足够的缓冲, 摔的并不是很重, 也觉得骨头各个地方活动都没有问题, 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 但是在后边的过程中, 让他产生了一些他觉得也不好意思去纠正的一些症状, 而且他也最初的时候并没有和这个外伤联系在一起。 因为在这次来上之后, 他清晰地记得, 他的早晨正常这个年轻男性应该有的沉膊几乎消失了。 然后呢, 他的性无能的这种情况呢, 急剧下降。 开始呢, 他去中医科, 南科去就诊, 通过一些药物治疗, 效果也并不理想。 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还没有再做气候的检查, 只是一些药物在治疗, 直到有了一段时间, 他发现他自己夜里尿床了, 尿床了。 他觉得这个情况, 这肯定是有问题了。 就不和自己想象都不一样了。 对的, 对的, 因为他觉得可能其他的耶稣, 因为这种生活压力, 节奏比较紧张,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 各种耶稣的作用下, 他的性功能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尿床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 这个成人该有的情况。 最后呢, 他去泌尿科做检查, 然后再去泌尿科建议他, 去神经科去做一下检查, 最后查出来, 他是有新贴性的脊髓栓系, 只不过他的脊髓栓系并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呢, 他在他的儿童时期, 青春期症状虽然一直有, 但是只是偶尔会有加重, 特别是在皮疗的时候加重, 所以呢, 他也没有延期重视, 直到这次外伤之后, 把他这个脊髓, 拉得本身很脆弱的脊髓, 在这次外伤之后呢, 自己不加重, 他的脊髓圆椎的功能就受到影响了。 是的, 那除了像这一方面的这个症状以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吗? 这些除了有尿啊, 这些其他的。 对, 这个还有一些患者呢, 他并不一定出现典型的尿失剂, 他可能表现为排尿困难, 或者大便肝脏, 正常人可能一两天一次大便, 这些患者呢, 有的时候四五天排一次大便, 而且呢, 排便会比较困难。 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腰底部的疼痛。 脊髓栓系组合症的患者, 特别是成人的患者呢, 他会跟你描述的很清晰, 他说我不能做家务劳动, 我只要一擦地我就腰疼, 我只要一吸碗我就腰疼, 这种情况是非常典型的, 恰恰是因为人的脊柱正常是一个直立的状态, 如果他取前颈, 前区位的时候, 他的脊髓栓系就会被拉紧, 我们的脊髓末端, 就像我们这个片子一样, 有一根很细的中丝, 这根中丝呢, 是固定脊髓作用的, 而这根丝呢, 比较细, 有一定的弹性, 它呢, 能够防止我们在外伤的时候脊髓固度的摆动, 发挥一个缓冲的作用, 而这些或者呢, 它的中丝明显增粗, 弹性降低, 就像我们正常应该一根皮筋存在的情况下, 它是三根皮筋, 五根皮筋存在, 那就把它拽得更重了, 这种情况, 患者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了, 如果要是严重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进一步严重的情况下呢, 在儿童时期呢, 它缓慢发展过程中, 它的肌肉会萎缩, 然后呢, 它的这个下肢的关节会发生改变, 包括一些高宫内帆族的畸形, 而且这种体脊髓系综合征的患者呢, 还常会合育一些其他的这种神经管的畸形, 包括头部的脑机水, 还有我们神经外科常见到的一种叫做小脑瘪套底下伞畸形, 几时空洞症, 颅内的猪网膜囊肿, 以及一些像先天性心脏病, 所以它在胚胎发育过程中, 可能由于某一个缓解出了问题, 在胚胎中的问题就是大问题, 可能就会造成孩子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那您刚说到如果更加严重的话, 还有可能会有结胎的危险, 对更加严重的话呢, 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小便的湿剂和结胎, 对,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疾病呢, 我们一般强调就是尽早诊断, 诊断明确之后呢, 尽早进行相关的治疗, 对, 那这么看来就是这种隐性的这一种啊, 比如说在胚胎当中你就观察不到, 生下来小朋友看着外貌也很健康, 这样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不好解决, 因为您有可能根本发现不了自己是什么问题, 对, 反而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可能小朋友有一个小尾巴状的这样的一个坠生物, 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有可能是一个脊髋栓心, 对的, 对的, 这种患者如果要是在神经外科或者神经内科, 还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儿科医生接诊的话, 都会第一时间要排查他的腰地管的情况, 对, 那一般情况下会如何排查呢, 怎么排查腰地管的情况, 所以这个疾病的诊断最主要的呢, 还是做腰底对的磁工症检查, 基本上就能明确这个病变的情况, 对, 包括它是否有脊髓栓系, 中丝这个增粗的情况, 有没有低违部的这种脂肪瘤, 有没有这种脊髋膨出, 这个脊髓脱膨出, 这种脊柱裂, 这些情况都能够一目了然, 当然呢, 在出差过程中呢, 如果我们做了这种低违部的这种S线光片检查, 发现脊柱裂的患者呢, 我们也应该提高警惕, 提高警惕, 进一步呢, 查一下腰地对的刺痛症, 明确这个病变的诊断, 脊髓栓系的患者, 往往不仅表现在尾椎部出现尾擦, 一些人腰背部出现包块, 往往也有可能是脊髓栓系导致的, 那么该如何判断这种包块呢, 请继续收看, 百气健康。 是不是所有的脊髓栓系的这些病人, 都会长一些小尾巴, 有没有其他的这些体征去指示他这个疾病呢? 这个低违部的这种小尾巴呢, 指示几次衰系患者的一部分的表现, 其实在低违部很多其他类的异常, 都提示患者可能会有这种神经管闭合不全类的这种疾病, 包括这种低违部的这种毛发增多, 刚才也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提到了, 很多人浑身的毛发, 其实对于这种浑身的体毛比较增多的情况呢, 我们并不特别在意, 而对于低违部这个局部毛发比较密集, 体毛比较多的情况, 我们要警惕继续摔西综合征的情况。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患者在低违部呢, 有一个包块, 这个包块可以是实性的, 也可以是囊性的。 还有一些呢, 就刚才我提到的, 像一些胎剂一样, 青色的, 紫色的, 或者像一些血管流样的东西, 都提示患者有可能患者几次摔西, 综合症。 所以我们觉得呢, 就是说一个小宝宝出生之后, 我们一定要好好看一下他的屁股, 好好看一下他的屁股, 这个位置很关键的。 对, 这个位置很关键啊, 比如说今天呢, 我们范老师为大家伙带来了几张大片路上的照片, 我们就跟大家讲讲, 这是怎么回事? 左边那个照片就是低违部有一些毛发的情况, 上边呢, 又上边这个呢, 就是一个低违部的一个囊性的包块, 这个孩子呢, 是一个这种脊膜蓬出的这种情况, 又下方这个呢, 就是一个低违部的脂肪瘤的情况, 它是一个实性的包块, 其实这些孩子呢, 都提示他的神经管在某个过程中, 发育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会产生疑惑, 那为什么这个皮肤的问题, 跟神经的问题能够联系在一起呢? 其实这个呢, 作为一种神经管机器, 我们还是要从胚胎说起的, 因为我们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呢, 我们先是形成三个胚层, 这是胚胎的基本结构, 其中的外胚层, 就包括了我们的皮肤和神经, 皮肤和神经, 也就是说皮肤和神经, 在最早是一家人, 所以一个人感冒了, 另外一个人很有可能就被传染感冒了, 大家就明白了, 为什么底尾部的这种皮肤的异常, 提示它的底尾部神经可能发生了一些病变,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所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情况, 而且我们在胚胎当中发育的时候, 好像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我们也许看着胚胎是小小的变化, 一个发生出现问题, 但等我们这个小朋友长大了之后, 人发育之后, 这个小问题就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就像我们编程写代码一样, 代码写错一个字, 然后出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没错, 然后真的是要提高警惕了, 那么刚刚我们给大家看大屏幕上的这三种表现, 然后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包块, 它是不是也是不同类型的包块, 不同类型的疾病呢, 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 对于这种包块, 我觉得对于医生来讲, 从医生的角度来说, 有大致这么几个判断的方法, 首先我们能看到这个局部, 有一个包块, 第二, 我们去摸, 如果是一个实性的包块, 它是质地比较韧的那种, 就像摸在我们大腿上, 或者摸在我们肌肉上那种, 质地比较韧, 当然如果是一些脂肪的话呢, 它会偏软一些, 而对于一些囊性的包块, 我们摸起来就像水囊一样, 简单地打个比方, 就像一个气球里边过满水, 摸的那种感觉, 它是有波动感, 对于这种进一步的检查呢, 其实也有很简单的方法, 对于孩子的检查, 我们可以首选超声检查, 超声对于判断这个包块的性质, 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孩子呢, 我们一般不太推荐他做S光, 或者做CT, 因为毕竟对他来说是有一些辐射的情况, 对于做自工证检查呢, 需要孩子这个做时间比较长, 比较长, 这个大概需要十几分钟的样子, 特别小的小孩呢, 可能配合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作为初步的筛查, 可以先选一个超声检查, 证断明确之后, 我们再了解神经的情况, 那我们就只能做自工证来检查, 来做一个详细的评估了, 我们这个脊椎栓系导致的这个包块, 有没有可能在全身的其他地方产生这样的包块呢? 因为他的神经管呢, 它是沿着中线来闭合的, 就像我们的头颅, 我们的脊柱都是在人的中线的位置, 所以呢, 这种包块, 能够提示神经管闭合不成的包块, 几乎都是在中线位置, 尤其是底尾部最为常见, 因为这个底尾部呢, 是我们神经管闭合的最后的一个环节, 它在时间上呢是最晚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最容易发生异常, 也有一些相对少见一些的患者呢, 它可以发生在颈部, 也可以发生在后枕部, 但是基本上都是在中线的位置, 在正中间的位置, 也有可能会有稍有一点点偏斜, 当然有一些患者呢, 并不一定是包块, 它可以在这个, 我们看它的屁股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臀勾是偏斜一点的, 就是两侧不太对称, 这些情况其实偶尔也能是这个神经管闭合不全的一种症状, 这些情况就比较微妙, 所以说这个, 为什么说小朋友身材一定要仔细观察一下它的小屁股, 还是很重要的, 好, 大病院上这两张图, 然后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你给大家讲一下, 这张图呢, 是这个底尾部的一个次控制检查, 因为这个检查呢, 就是想要来说明一下这种单纯性的体质摄系的情况, 它只表现为我们底尾部的一个中丝的增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侧的这个图呢, 看得更明显一些, 它中间这个白色的区域, 就是我们增粗的, 叫做脂肪变的中丝, 对于这张图呢, 可能神经外科医生会特别敏感, 而对于一些这个非神经外科的医生, 可能并不一定看得这么仔细, 因为我们非常注意这个环境, 因为这个图呢, 也并不是很典型的图, 肢筋盘也没有明显的突出, 罪关里边也没有找到明显的肿瘤, 这种情况就容易造成一个漏疹的情况, 其实这个病人呢, 恰恰是一个脊髓栖综合症的情况, 这个图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些相对复杂一点点的, 这种脊髓栖综合症的情况了, 这也是一个成人之后, 才逐步起病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患者呢, 其实在出生的时候, 低尾部呢, 就能有一个小包, 这个小包呢, 也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 因为它的突出并不是很明显, 所以它的这个生长发育呢, 包呢, 有增长, 但是仍然不是很突出, 它也是在一次这个外伤之后呢, 症状明显加重, 出现很剧烈的这种下肢的疼痛和麻木的症状, 一些睡觉都睡不好, 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 并且呢, 开始它还是只吃一些止疼药, 在这个过程中, 它觉得自己走路越来越费力, 每天越来每天骑自行车去上班, 现在骑自行车骑不了了, 然后走路, 走到小区门口, 它都觉得开始睡地了, 这个情况它觉得, 我们需要再几乎查一查了, 结果发现了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呢, 已经办出了它三十多年, 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个图, 我们从这张图上呢, 可以看到最右边的这一个小囊, 这个小囊, 是它皮下的一个包块, 这个包块呢, 我们就叫做机胎流, 机胎流, 就是机型的胎儿的一种流子, 也就是说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形成的, 在这个肿瘤里边呢, 我们既可以看到毛发, 有时呢, 还可以看到牙齿, 还可以看到皮肤, 可以看到各种结构, 就是说胚胎发育所需要的大部分的结构, 它都是存在的, 而再往里边看呢, 这个地方, 在这张片子上可能会看得更清晰一些, 就这个黄色箭头指导的白色的区域, 是脂肪瘤, 这个脂肪瘤呢, 不但长到了皮下, 而且通过它的脊柱裂的位置, 长到了脊管里边, 和脊管里边是相通的, 并且它的末端呢, 和脊髓是粘连在一起的, 恰恰是因为这个脂肪瘤, 造成了患者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脊髓衰, 在它这个一次外伤之后呢, 就在这么转, 就有明显加重量, 判断囊性包块的简单方法, 一, 看, 如包块处捧起的不是正常皮肤, 而是一层光滑, 飞薄, 可看到血管分布的磨性结构质, 说明囊地是硬脊膜成分, 可判断为囊性包块, 二, 罩, 使用强光手电再包块一侧罩, 另外一侧, 如能看到亮光, 则为囊性, 三, 摸, 经由按压包块, 会感觉到其内的液性肠胃, 囊性包块为脊膜膨出, 脊髓脊膜膨出常见的外观表现, 此类包块受压后, 常会触发疼痛, 一旦破裂, 会导致大量脑脊的优势, 导致急性低补压, 或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严重者可能危及生命, 因此此类包块, 尤其是包块必非脖者, 需要对包块仔细保护, 防止破裂, 及时就医, 并进行正规的手术治疗。 观众健康服务百姓,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陕西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天力打造的 百姓健康节目, 我是李杨, 那今天跟我们大家会聊到这个话题呢, 是关于脊髓栓系的, 那么下面想问一下范老师, 那这个脊髓栓系, 现在都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治疗呢, 然后我们还有没有可能让这一部分人和正常人过上一样的生活? 脊髓栓系这个疾病呢, 我们觉得从医学的角度, 从患者健康的角度呢, 是力争尽早诊断, 尽早治疗, 一旦诊断明确之后, 应该尽快地到神经外科来进行就诊, 通过神经外科的手术的方式呢, 来切除这个低违部的这种病变, 把脊髓栓系呢, 给松减, 避免长时间的这种栓系的状况, 对他的神经结构造成很明显的影响。 那他之前产生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都会没有吗? 他会立刻变成和正常人一样吗? 不会的, 不会的, 这是我刚才强调为什么这个病要早诊早治的原因, 这个脊髓栓系综合征呢, 他的症状很多, 患者是手术之后是不是能够完全缓解, 取决于他栓系的严重程度, 也取决于他手术之前的这种功能状态。 一般来说, 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健康工作经验的这个统计来看呢, 患者最容易缓解的是疼痛和麻木这类的感觉障碍。 这个如果肢体有无力力量减退, 在手术之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 也都能够得到一些改善。 如果已经出现了这种肢体的完全的瘫痪, 已经出现了结胎, 甚至出现了肌肉萎缩, 那么这种情况, 在做手术之后, 也很难恢复到这种正常的状态。 对于这种大小变的功能呢, 如果这种大小变的功能, 性功能的障碍, 只是初期的一个表现, 做完手术之后, 至少能够阻止这种功能障碍的进行和发展。 有一些比较轻的患者呢, 他的症状能够得到改善。 如果已经到了这种大小变完全试镜的这么一个状态, 通过继续衰弃综合症的这种衰弃的松解的手术呢, 也很难让他的大小变功能完全恢复了。 因为这种神经的这种受累, 它是有一个实现的。 它的这个神经受累时间严重了之后, 那个神经细胞神经组织已经变性了, 它就难以完全修复了。 对,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一些功能。 是的,是的,是的。 那您刚说到的那位28岁的小伙子, 他后来是怎么治疗, 用手术的方法了吗? 对,用手术的方法进行了治疗。 他的这个排尿功能呢, 得到的改善, 因为他还算及时。 那么我们什么样的这样的患者, 就可以用手术的方法对他进行治疗, 用一些什么手术的指征之类的? 是这样的, 就是对于这种儿童时期的几续衰弃综合症, 我们一般建议这个诊断明确之后, 进导手术。 只要孩子的全身的身体状况能够耐受, 我们就进导手术。 其中有一些小孩是需要接受脊椎手术的, 那就是一些这种开放性的几组裂。 然后局部有脊膜膨出, 有几绵膨出。 这里边, 膨出的几绵囊里边呢, 过有脑基液, 其实是一个大水囊。 甚至有的膨出严重的患者呢, 他那个皮肤非常薄, 看着都是一个透亮的状态, 真的像气球里边过满水一样。 对于这些孩子, 我们要尽早手术, 否则一旦这个水囊破溃了, 他就脑基液大量丢失, 然后造成诸书神经系统的严重改善, 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对于一些这个其他的状况不太稳定, 而孩子的这个脊椎衰弃的状况呢, 又能够相对耐受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孩子几个月之后, 甚至有一些孩子在一两岁的时候呢, 再接受手术。 在孩子这个全身的状况, 能够耐受手术的时候, 再接受。 对, 那这些孩子比如很小的时候, 一出生就发现他有异常, 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者, 那他一两岁的时候我们去做手术, 但他日后的这个育后, 他成年之后和正常人差别大吗? 这种情况就是越早干预, 他的对他的这个将来的发育影响也就越小。 目前的情况呢, 其实大部分的孩子都在半岁之内接受的手术症。 对哦, 半岁之内接受的。 对对对对, 只有一些相对比较轻的孩子, 或者说因为其他的问题, 对反复的肺部感染, 或者说先天性的心脏病, 各种原因耐受不了手术的情况呢, 这个神经功能胸对稳定的情况, 我们可以带孩子再大一起再做手术。 对, 半岁之内一般先天性的一眼就能看一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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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于成人的这种情况呢, 就相对特殊一些了。 成人的这个治疗呢, 其实目前在医学界来说, 也是有一些争议的。 有一些比较这个激进一点的医生呢, 觉得诊断明确就要做手术。 因为不做手术的话, 他可能一个负重, 一个外伤, 一个其他的因素, 就可能突然间造成他的症状明显加重, 甚至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的这么一个情况。 而这个手术呢, 又是比较微创, 做起来呢, 有比较安全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积极手术。 而另外一些医生呢, 就觉得没有症状的这些患者呢, 我们就要推迟手术, 因为手术毕竟有一个风险。 对啊。 虽然概率很低, 但是对于患者来说呢, 还是有一定的心理的压力和负担的。 对。 而对于出现症状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尽早手术了。 就要尽可能快地把他的症状阻止住, 避免他的症状的加重。 而且呢, 让他迅速地改善这个状, 恢复这场的工作和生活。 对。 如果说, 有个病人出现了大小便失境的问题, 是不是代表着一定要进行手术? 治疗呢? 并且这个术后的恢复, 疗效怎么样呢? 如果要是一种这种完全性的大小便失境的话呢, 手术治疗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说, 要是完全性的话, 那么他的术后功能恢复也是比较困难的。 一般来说呢, 因为他的脊髓随伤呢, 是比较严重的。 我们在对这些患者进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的这种盘光的残余尿量的情况, 还有这个直肠肛门抗跃肌的情况, 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而我们在进行这种养性学检查的时候呢, 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脊椎圆椎部位, 其实他的神经已经完全变性了, 神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这种脊尾部的空洞, 相当于这个中间已经没有这个正常的神经细胞了, 所以他恢复起来呢, 就比较困难了。 当然对于这些患者呢, 随着这些医学技术的改进呢, 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这个治疗手段, 比如我们可以给他在这脊椎里边装上一个脊椎刺激器, 也可得是一部分的患者这种排尿功能的排便功能的获得部分的恢复。 对,好的,下面呢, 进入到我们今天场外观众互动的环节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互动平台。 我今年41岁, 刚舟和臀部麻木一年了, 小便无力, 走路有点脖形,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这个患者的简单的描述来看呢, 我觉得他应该重点查一下这种脊尾部的这种刺痛症, 因为他的刚舟和屁股的这种麻木是底绳经分布的区域, 所以我们需要重点观察这种脊尾部, 而这个部位的病变呢, 同时也可以引起它的小便的功能障碍。 对于这种走路的这种部位形呢, 其实也是在这种下肢神经分布的范围之内, 影响了下肢的激励, 就会造成这种部位形。 所以呢, 我觉得他应该重点查一下这种腰体对的刺痛症, 看看有没有这种中央性的肢肩盘的突出, 有没有这种脊髓圆椎部位的这种肿瘤, 或者一些先天性的病变, 这种椎管内的脂肪瘤, 这种成人的脊髓栓系, 这些情况其实都是可以引起这些症状的。 从过正中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觉得应该重点查这些。 好的, 我们下面来看下一道问题。 我小时候做过脊膜膨出手术, 现在双腿长短不一, 左腿肌肉萎缩, 小便会有尿急迫, 我需要做手术吗? 术后大小便和走路能否改善? 这个患者呢, 估计是在出生的时候就诊断比较明确的一个脊膜膨出, 脊膜膨出患者呢, 也常常会合并起细栓系的这么一个情况, 它都是属于这种神经管闭合不全类的这种性天性的畸形。 对于这个患者, 现在他已经这种一侧的肢体的肌肉的萎缩了, 在通过这个手术治疗呢, 可能这个已经萎缩的肌肉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对于这个小便的情况呢, 他还没有明显的尿湿剂, 只是一个尿急迫, 等待的时间呢比较短促。 对于这种情况, 做完手术之后, 或许能够得到一些改善。 当然呢, 他小的时候做过几摩膨出的手术, 这些患者呢, 因为手术之后呢, 局部, 每个人的组织反应性不一样, 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些粘连, 这些粘连呢, 也可以会形成新的衰系。 所以呢, 我觉得对于这个患者, 还是应该考虑再次手术探查, 松解占领的衰系, 对他的这种神经功用的恢复呢, 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嗯, 对, 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我孩子今年两岁, 最近发现他肛门上面有个凹陷, 说是脊髓栓系, 现在需要手术吗? 手术的话, 有没有后遗症? 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情况, 就是刚才咱们也提到, 不光是他的包块, 尾巴, 或者是一些毛发, 能提示有脊髓栓系的情况, 其实这种小凹陷, 小蟹窝, 胎剂, 都可能提示有神经管壁壳不全, 脊髓栓系的这种情况。 如果他要是已经诊断明确了, 通过疾功诊检查的方法, 诊断明确是脊髓栓系的话, 我是建议他要考虑手术的, 否则随着孩子发育的过程中, 脊髓栓手牵拉越来越重, 他的神经功能障碍也会越来越重。 如果他要是一个单纯性的脊髓栓系, 那么手术做起来是非常安全的, 手术之后发生这种并伐症后, 一定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如果他有这种低尾部的脂肪瘤, 特别是有的脂肪瘤已经长到脊髓里边了, 那么手术也是相对有一些风险的。 好在我们现在在这种完善的电脂预测下, 通过这种血维静下的手术来做起来, 也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我还是建议他应该考虑手术治疗, 以免神经功能障碍加重。 对,而且现在年纪还很小嘛。 是的,是的。 对,好,我们下面来看下一道问题。 我今年26岁,脊髓栓系术后快四个月了, 大小便一直都不受控制, 排不出来, 都是借助外力排出的, 很费劲, 我该怎么办呢? 对于这个术后四个月的这个患者呢, 这个大小便的功能恢复, 不是特别满意。 这种情况呢, 我倒是推荐他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康复治疗。 另一方面呢, 也建议他做一些这个腰底对的中复的复查, 来了解术后的情况, 有没有术后, 比如说局部的这种其他的问题的发生, 造成他的这个脊髓栓系的情况, 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还有一些这个功能做链的方面呢, 我觉得一些比较系统的康复师呢, 也可以给他一些提供一些指导。 好的, 那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啊, 范老师为大家伙科普了一下, 关于脊髓栓系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那我们肉眼看到的一些小尾巴, 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短片当中说到的是神喉转世这样极小的预兆, 很有可能这个小尾巴, 然后包括, 包括像异常的毛发浓密, 包括像刚刚我们范老师说到一些胎记, 是的, 然后都有可能是脊髓栓系的一些, 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一些表现, 所以呢, 我们说在小朋友出生的时候, 仔细观察一下他的小屁股呢, 是非常的有必要的了, 然后因为脊髓栓系, 如果要是早发现早治疗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控制, 或者是说是及早地解决掉,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范老师, 感谢你, 好, 范老师在节目的最后, 还是为我们赚出第二个幸运数字吧, 有请, 好的, 今天呢, 我们的第二个幸运数字已经诞生了, 就是阿拉伯数字吧, 您还记得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幸运数字吗, 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9-123208, 就有可能会获得我们当期节目为您准备的专家号了, 好的, 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我们范老师, 感谢您非常精彩的分享, 谢谢, 好的, 关注健康, 服务百姓, 健好健康细胞, 助力健康陕西, 感谢您收看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亲力打造的百姓健康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再见, 神经外科其实是一个比较庞大比较系统的科室, 它治疗的主要的疾病呢, 就是脑脊髓和脑脊髓相连的这些神经的疾病, 包括在这个脑表面的这些结构, 像颅骨头皮的疾病, 包括在脊髓外边的这些结构, 像脊柱的疾病, 脊管的疾病, 也是在神经外科的这条范围, 神经外科常见的疾病呢, 像脑部的肿瘤, 脑血管病, 这种功能神经外科的疾病, 脊柱脊髓的先天性的畸形, 肿瘤, 脊柱脊髓的血管性的疾病, 都是在神经外科的治疗范围, 神经外科疾病的症状表现呢, 也比较多样化, 那对于头部的疾病呢, 因为脑部病变引起的呢, 患者可能会表现为这种偏瘫, 失语, 一侧肢体肌肉的力量下降, 还有一些患者出现癫痫, 以及这个视野的偏盲, 性格的改变, 甚至有一些患者会被误得为精神病, 而对于脊髓的疾病呢, 患者主要表现为肢体的疼痛, 麻木, 大小变的功能障碍, 性功能的障碍, 以及这种肌肉的萎缩等这些症状。 脊髓栓系的这种早期信号呢, 其实在怀孕期间, 如果有故意的孕前检查, 就能够发现大部分脊髓栓系, 患者的一些这个突出的表现, 比如在孕期检查的时候, 发现脊柱裂, 发现皮肋部的脂肪流或的囊肿, 都要考虑有脊髓栓系的可能, 如果在霍儿出生之后呢, 在低尾部经常会发现皮肤的一些异常, 包括皮肤的包块, 包括小尾巴, 毛发, 凹陷, 甚至一些色肤的沉着, 血管流, 低尾部小凹陷里边有分泌物, 这些情况呢, 都提示患者, 有可能有这种神经管的避和不全, 即使说一些猪口症的发生。 移尿的原因呢, 比较多, 一般来说, 对于五到六岁以上, 当然有皮肤移尿的方法呢, 需要考虑, 是否会有脊髓栓系的情况, 而对于成人来说呢, 移尿确实是一种相对少见的情况, 对于这些患者呢, 也需要重点进行低尾部的这种磁工症检查, 了解是否有脊髓栓系的情况, 当然对于一些这种中老年的妇女, 她有可能呢, 会有这种尿道的生殖, 也会在这种大笑, 大喷气, 咳嗽的时候呢, 发生偶尔的移尿, 所以移尿只是一个症状, 并不是说移尿就等于脊髓栓系, 而需要通过一些完善的检查, 特别是迪远夺的自磁工症检查, 了解或者是否会进行真实, 气候。